哦 又来一个 有点意思 见到裘冷风来到场上 黑奴黑黑一笑收起寒冰长枪 倒也没继续得伤酒下手 只是怪笑地看着裘冷风 那裘冷风浑身上下气势滔天 散发出一股冷冽的寒意 他仅仅站在那 广场上便有一股肃杀气息 席卷一切 让人不寒而栗 哎 古风商会裘冷风会长来了 这下有好戏看了 裘冷风会长乃是六阶中期武尊强者 以着修为登风造极 是遍州赫赫有名的强者之一啊 而且他身边还有这么多古风商会高手 这俩家伙 要倒霉了 是啊 传闻裘冷风会长脾气暴躁 行事极为霸道 曾经遍州有其他商会 跟古风商会争夺市场 结果被裘冷风会长逐一灭了 他可是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的人呢 不过这俩家伙也不是一语之辈吧 敢跟三大王朝顶尖势力交板 就算当初是因为占据出口要挟 但能做出这事的恐怕也不是怕事的人呢 咱操心这么多干嘛 只管安心看戏 这秋冷风一出现 广场立即响起一片哗然之声 不少舞者窃窃私语 内心激怒 有点意思 黑修会龙耀天会长 玉手山庄的墨新城等人 此时也是目光一凝 勾勒着冷笑 说他们对秦晨身上灵耀不动心 这是不可能的 但秦晨在黑丝沼泽所做的一切呢 也确实震慑了他们了 说实话 如果没有古风商会和秦晨的矛盾 恐怕这些人早上前了 但现在呢 他们全躲在后面 静观其变 之前黑奴展现出的实力 丝毫不弱于一般的 普通六阶中期五尊 面对这种高手呢 他们还是颇有忌惮的 不如先让古风商会的人 上前打探打探 再做定夺 一时间 众人各怀心思 却都一致的没有上前 只是守在黑澡广场各个方位 不给秦晨他们突破的机会 求会长 就是他们 就是他们杀了黑泽副会长 刚才更是杀了我们古风商会诸多强者 甚至差点把属下也杀了 会长大人 一定为属下做主啊 求冷风一出现 伤酒惊怒的大吼起来 愤怒的看着黑奴 刚刚那一瞬间 他甚至感觉到了死亡威胁 如果不是求冷风及时赶到 恐怕他已经死了 就算是不死 恐怕也是身受重伤 这让黑奴如何不愤怒啊 本座知道了 你先退下 求冷风看了伤酒一眼 而后转过头 冷冷地看着秦晨和黑奴 他眸中暴射出冷烈的寒芒 寒声道 就是阁下杀了我古风商会刘泽 伴随他话音落下 一股冷烈的杀气 萦绕于每个人身上 这让附近舞者忍不住身上一寒 刘泽 你是说勾结嗜血魔人 陷害黑枣城 诸多借入黑死枣座 历练舞者的人吗 哼 如果是那个秦兽 确实是我们杀的 秦晨点点头 淡然道 呃 承认了 这家伙直接承认了 众人听到秦晨的话 一个个目瞪口呆 好好好 没想到刘泽果然是你们杀的 你们还敢血口喷人 哼 不是我古风商会舞者 两位好大威风啊 求冷风言语冰冷 论威风 应该是你们古风商会吧 那刘泽利用嗜血魔人 陷害这么多黑枣城冒险者 甚至害死了不少人 被我们揭穿之后 便在黑死枣座对我等一路追杀 杀了他 我等是为民除害 黑奴冷笑 身上气势陡然释放 将求冷风释放出的杀意 瞬间冲的是七零八落 以前的他 哪敢跟古风商会会长这么说话呀 当年他在黑死枣座 就算遇到一些古风商会管事 也只能是低调做人 可现在呢 诶 他和秦城连六阶中期巅峰的武尊都杀过呀 而自己也是六阶中期巅峰了 嘿 哪会在意什么求冷风 六阶中期武尊 阁下好大魄力啊 难怪敢杀我古风商会的人 求冷风目光一鸣 寒声道 他目光凝聚在黑奴身上 对于一旁才五阶后期巅峰的秦臣 却是丝毫不在意 哇 这家伙是六阶中期武尊啊 文言 众人纷纷吃惊地看了也黑奴 难怪此人这么嚣张啊 会长 跟他们废什么话呀 我们这么多人怕他们两个 对五阶中期武尊如何 杀我古风商会的人 今天他们别想活着离开 伤九咬着牙 气得声音都变了 伤九 你放心 任何胆敢对我古风商会动手的人 都不会有好下场 求冷风寒声道 要动手赶紧的 废话太多了 黑奴 让他们滚 不管直接杀了 秦臣不耐烦道 这求冷风一上了叽叽歪歪 还不动手 真以为自己闲着没事了 哪有空跟他们废话呀 文言 所有人是目瞪口呆 这个秦臣太嚣张了吧 他面前的可是古风商会 求冷风会长啊 他竟然这么跟他说话 那些古风商会的舞者 更是瞠目结舌 年轻人 有个六阶中期武尊 做护卫 了不起吗 想我汴州 总共也没多少 六阶中期武尊 你心里膨胀点 有情可圆 求冷风盯着秦臣 嘴角带着讥笑的笑容 似乎他随时都可以斩杀秦臣 陈少都让你们滚了 还得叽叽歪歪的 找死啊 黑奴早等秦臣命令了 现在听到秦臣这话 看见对方孩子呢 叽叽歪歪 根本懒得废话了 手中寒冰长枪 瞬间侧出去 轰的一声 黑色长枪化作流光 瞬间杀到了 求冷风面前 显然 这是不打算 给对方丝毫面子了 要把对方 直接一招斩杀 求冷风表面上 没把秦臣和黑奴 放在眼里 可他心里 早开始提防黑奴了 对方同样是 六阶中期武尊 那是绝对不能 掉以轻心的 他做出来的轻松和不屑 都是给别人看的 而且他古风商会 吃了这么大一个亏 不但死了一个六阶 初期副会长 更死了诸多半部 武尊级别的管事 只有杀掉黑奴和秦臣 才能让场上的人 忌惮 更何况 求冷风想杀这二人 不是因为他们杀了刘泽 更重要的呀 还是两人从黑死沼泽 得来的诸多灵药 只有杀了他们 才能让周围看戏的顶尖势力 对自己更加的谈 不至于上来捡便宜 所以呢 黑奴刺出寒冰长枪的瞬间 他手中出现了一张金色符钻 瞬间就激活开来了 同时他手中的金钩宝兵 第一时间毁了出来 那金色符钻已经催动 立即化为一道金色的护照 这个护照瞬间把求冷风围在中间 形成了一个极为惊人的防御阵 同时 金钩宝兵带起一道金色长红 瞬间与黑奴刺出的寒冰长枪 碰到了一块 震耳欲聋的轰鸣响起 兵器碰撞到一块 发出恐怖的威压 一股前所未有的可怕冲击 以两人为中心 朝四面八方席卷开一来 骇人的气息 经得周围许多人疯狂后退 根本是不敢逼近 这些冲击波冲在了秋冷风身上 瞬间被他提表金色护照抵御在外 那金色护照不断地荡漾波动 将冲击力逐渐卸去 可他自己一点伤都没有 对面呢 黑奴体表涌现出一股悍然气息 将这股冲击波同样打在外面 疑似交锋 两人都是无功而返 但都是安然无恙 嗯 此次好强的实力啊 秋冷风皱眉看着黑奴 他能感受到刚才那股冲击的可怕 就算有了金身符的保护 体内气血依旧有些沸腾 可黑奴呢 他凭借自身防御 硬生生把自己攻击抵消了呀 这等实力绝不在他之下 你们几个给我拿住那个小子 脸色凝重 秋冷风一声怒吓 手中金色长钩再度朝着黑奴旋转而来 同时封住了黑奴救援秦晨的方向 在秋冷风看来 秦晨是黑奴的主人 只要他手下对秦晨出手 黑奴慌乱之下 一定会不顾一切的救援 而仓促之下 黑奴心慌意乱自然会出现纰漏 到时候自己再行出手 马上就能把他斩杀了 好啊 商九等古风商会强者 听到秋冷风吩咐 一个个脸上都露出凝笑 朝着秦晨暴力而来 在这一群人里 除了商九之外 还有一名六阶初期武尊 以及数名半部武尊强者 几人同时出手 骇人气息席卷一切 瞬间就把秦晨包裹在其中 避无可避了 这古风商会好卑鄙的手段呢 哎 话不能这么说 兵不厌诈 既然弄手了 难道还让着对方啊 这家伙要倒霉了 他以为有武尊高手保护 连古风商会都不用放在眼里 现在他护卫被求冷风会上牵制 就他一个他能挡得住吗 看着秦晨 人群叹息 知道这次秦晨是要倒霉了 求冷风嘴角勾勒起一丝冷笑 扭头看向了黑奴 在他想象之中 黑奴发现主人被围 定然会惊慌失措 到那个时候 就是自己全力出手的最佳时机 可让求冷风没想到的是 看见秦晨面对伤酒等人疯狂的攻击 黑奴脸上非但没有丝毫惊慌 反而是勾勒出一丝淡淡的冷笑 这怎么会呢 求冷风一震 听到了一道淡漠声音响起 本来本少懒得动手 既然你们找死 那就别怪本少不客气了 冰冷的声音 与所有人耳边响起 原本静静站在那儿傲然不动的秦晨 谋中陡然舍出一丝冷冽的寒蒙 换尽囚龙 下一刻 一道无形的精神波动 瞬间暴涌而出 笼罩了伤酒等人 什么 伤酒等人脑中一震 暴裂的身形陡然停滞下来 他们一个个眼神惊恐 仿佛看到了什么难以置信的东西 强大如六阶后期的精神力 化为一股恐怖的精神风暴涌入几人脑中 下一刻 秦晨挥动手中神秘秀剑 璀璨的剑光淹没了一切 瞬间切割过伤酒等人的脖口 在所有人海然目光中 伤酒等人头颅冲天而起 瞬间惨死当场 什么 怎么会这样 秦晨一个照面 之前在黑奴手上留了一命的伤酒等人 瞬间被秦晨斩杀了 如此骇人的一幕惊呆了在场所有人 一剑 秦晨是一剑 古风商会两大六阶初期武尊 数名半部武尊瞬间陨落了 这一幕 在场众人是前所未有的震撼 这可是两名六阶初期武尊 数名半部武尊 别说普通舞者 就算龙耀天 墨心成等人 也都是目的口呆 内心狂震 伤酒等几人的尸体倒在地上 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声响 那声音让周围的舞者顿时变得死气一样 这所有人中 只有黑奴神色淡定 嘴角是冷笑连连 这些家伙还以为陈少好对付呢 难道他们不知道啊 论实力 陈少比起他可怕许多呀 秦晨轻轻擦拭一下神秘袖剑 收剑入鞘 而后对着黑奴冷冷道 黑奴 你还在看什么呢 这么长时间 连六阶中期武尊都杀不死 你说我受你为仆有什么用 给你一炷香时间 还杀不了求冷风 别跟着我了 哎呦 谁让你放心 咬不了一炷香 给我半炷香 我就把他头给拿来 听秦晨这么一说 黑奴脸上无光 浑石杀气更胜了 半炷香 杀我 此时求冷风从惊骸中醒过来 听到黑奴这么说 他顿时是震怒万分 我倒要看看阁下怎么杀我 怒吼之下 求冷风身上 陡然生腾起一股浓郁的血脉之力 手中金钩化为漫天金色虚影 组成了一张天罗地网 朝着黑奴席卷而来 嘿 有种小技啊 黑奴冷笑 懒得再用寒冰长枪了 他手中天魔帆瞬间抛飞 化为一片滔天的魔气 朝着求冷风包围过来 顷刻间 无数魔气蜂拥而来 先是把伤九等人 尚未消散的灵魂吸收殆尽 而后 漫天魔气 猛地冲垮 求冷风挥舞的金色虚影 把他瞬间包裹其中了 无数的魔气笼罩求冷风 在众目睽睽之下 疯狂地进攻着 当初黑奴还是五阶后期 巅峰修尾 就能凭借天魔帆 与刘泽战成平手 现在 他突破到六阶中期巅峰之后 天魔帆威力何止强了十倍 在那惊人魔气中 有鬼哭狼嚎的声音响起 不断轰击在求冷风 体表的金色护照上 一开始呢 金色护照还能抵倒 可仅仅冲击几次之后 求冷风体表金色护照 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纹 慎人的魔气 透过裂纹涌现而来 瞬间包裹了求冷风 怎么会这样 这到底什么鬼都显 求冷风脸色难看 心下大惊 听说黑奴跟秦晨 在黑死沼泽击杀了 地魔宗副宗主宗吴欣 他就知道 这秦晨和黑奴不是简单的角色 可他万万没想到 对方实力强成这样 如果让对方破取他的积策护照 那接下来呢 说不定就会陷入危险 真被对方斩杀了 也不是不可能的 惊慌之下 求冷风急忙喷出一口惊血 疯狂地催动手中金钩 想破开天魔帆的包围 把这黑奴重创了再说 一般舞者施展珍宝时 对自身的防御肯定有所下降 绝对不可能一边施展珍宝 还能一边全力防御 可让求冷风震惊的是 他想得挺好 没料到黑奴的天魔帆防御 强得可怕 他们经勾施展的漫天攻击 根本就无法破开天魔帆的防御 反而是被天魔帆中 涌现出的漫天黑色魔器 压迫得越来越小了 不好啊 求冷风眼看自己施展的攻击 非但不能攻破面前的黑色魔器 反而是越来越缓慢 越来越无力 他就知道 对方修为绝对比自己还强 此时他已经明白了 自己想杀黑奴已经不可能了 甚至想在对方手上保命 那都未必能做到 更何况 对面还有一个 比斗鹏人更加狠辣的少年 明白这一点之后 求冷风顿时出了一身冷汗 此时此刻 他顾不得找秦晨和黑奴麻烦了 急忙喝倒 朋友等等 有好好商量啊 不鼓风商贵 黑奴一听 他清楚了 这家伙这是怕了呀 想求饶 但他已在陈少面前夸下了海口 怎会给对方求饶的机会 更何况 黑奴很清楚秦晨的个性 他根本不是对方求饶 就能放过对方的人 所以呢 他也根本不理会 求冷风说什么 黑奴更加猛烈地 催动手中的天魔芬 黑色的魔器 从密密麻麻金色护照 裂缝中涌入 咔的一声 金色护照坚持了片刻之后 彻底粉碎开来 而求冷风此时已被 无数黑色魔器 从头到脚 彻底包裹了 不要啊 凄厉的惨叫声响起 求冷风整个人 被黑色魔器包裹 疯狂地挣扎着 他试图逃离这 但这没用 天魔芬疯狂地 吸收他的灵魂 他抵抗的力量 越来越弱了 最终 砰的一声 求冷风的灵魂 被天魔芬彻底吞噬 整个人跌倒在地上 彻底没了声息